那个今天呢,咱们就开始 跑过去了啊,开始学MELON,高升技术 MELON课程,我给你拿过来 好 变了 然后跑哪儿去了 在这 贝克里边 撸一会儿,然后放在这里边 十几个,我给你 稍微一等吧 非全会儿就中午开啊,上课时间开下的话,可能影响在那个视频 昨天有同学从我这儿就考那个驾班啊,那驾班是大多数 这实验课程里边用的驾,其实分别我会给你们 但每天的课程里面都有 所以到时候你要下条也一次性下也行 呃,这是MELON课程 MELON课程呢,咱们首先把这样给留下 然后呢,再给他新建一个笔记 MELON的笔记 好 今天学习MELON MELON MELON是一门什么样的技术呢 它是一门项目管理工具 好,就是MELON 他所定位的位置 就是一个项目管理工具 那我们对任何课程的学习 怎么学呢 是不是还是 空扯呢 那就扯了 来让他真的 来看看课程计划 就讲哪个东西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讲一下MELON的介绍 通过这个介绍 我们从理论上 或者从这个 定义上来 接下来了解一下 MELON到底能做些什么 MELON到底是什么 然后通过这个介绍完了之后 我们知道MELON 它就是一个项目管理工具 这个工具呢 需要你安装 所以接下来 我们要进行一个 安装和配置 MELON的安装和 MELON的安装配置 安装配置完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使用MELON 使用MELON 它做什么呢 我们创建一个MELON工程 可以创建MELON工程 创建完了MELON工程 这个创建工程呢 是一个最原始的创建方式 就是说我们不通过任何的开发工具 我们就是在通过那个创建 就是学习加的时候 最开始可能就是在一个目录里边 挑一个点加吧 然后把命令法拽过去 但那是执行吧 不通过一个例子 不通过这个 是不是之前那种方式啊 我们这个创建工程也是那个方式 但是这个方式只是一个入门 真正让我们需要学的 肯定在是不是要在Eclipse里边进行开发啊 所以接下来要学的就是在Eclipse创建MELON工程 它要在Eclipse创建MELON工程呢 不是说想创就能创的 它需要有一个插件 叫什么插件呢 叫什么插件呢 MELON Eclipse 有这么一个插件 这个插件一装上 咱们的Eclipse里边就可以右键去这样创建MELON工程方式 很简单 好 在这里边创建完之后 我们整个创建MELON工程的方式 咱们都学习了 接下来要学什么呢 接下来要学一个很重要 就MELON的核心概念 在这个核心概念里边 我们会讲好几个概念 比如说第一个叫坐标 什么是MELON的坐标 第二个是MELON的依赖管理 第三个是MELON的生命周期 还有第四个是MELON的插件 第五个是MELON的继承 第六个是MELON的聚合 同学一听到这 感觉稍微有点懵 没关系 这些概念 我们讲的时候 再跟你具体的去解释 现在你就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在我们第五个环节里边 讲它是核心概念 然后到最后一个叫什么呢 叫MELON的仓库管理 讲到这 大概同学们还不知道MELON能做些什么 但是我能告诉你 MELON只要用起来 特别爽这件事 然后在第二个电商项目里边 创建的工程 所有的工程都是MELON工程 咱们以前创建都是一个加工程 一个web动态工程 动态web工程 以后变了 全是MELON工程 现在企业里边 大多数也是用MELON工程 那么接下来来看看 MELON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然后它为什么那么多要用的呢 往下走 MELON工程